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部 与之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快死了 取出自己全部的钱出去潇洒挥霍的电影 乔治亚是一家餐饮厨去联手店的普通店员 性格开朗,生活积极乐观 她每天下班后,最大的乐趣就是烹饪美食 分享给邻居小男孩 她每天上班时最大的乐趣就是 目不转睛地注视自己暗暗喜欢的人 那个人就是她的同事肖恩 这天,黑肖厨去的乔治亚将做好的免费食物 东树给的流浪者 这让经理非常不满意 将乔治亚训斥了一顿 正在她心情低落的时候 肖恩悄悄来到她的身边,吓了她一跳 也像是一种惊喜 肖恩品尝乔治亚做的食物 两人相谈甚欢 乔治亚激动得不小心把头撞到了柜子 晕得过去 肖恩赶紧送她来到了医院 医生为她进行了脑部CT 结果很不幸 她被查出患有脑癌 医生告诉乔治亚 她的生命只剩最后三周的时间 如果不立即治疗就会死亡 可单单一项手术费用就要花好几十万 对于乔治亚来说这太难了 伤心的她只能一个人在家借酒消愁 翻看遮自己的梦想划策 现在的她才知道 自己以前错过了那么多美食和美景 为了得到一身安慰 她拨通了妹妹的电话 可妹妹只顾谈论自己的事 根本没认真听乔治亚说一句 她只好伤心地挂断电话 第二天乔治亚来找到了经理 想跟经理好好谈谈 可经理根本就没认真听她说话 只是只顾知的接起电话 毫无顾忌的乔治亚随即展览了经理的手机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她早已经受够了经理的这种态度 她想要辞职 经理不批准并告诉她 所有区的销售额非常低 只有她的部门的销售进度最高 经理希望她能留下 听完之后乔治亚义无反顾地走掉了 经理用夹心中诱惑都留不住她 重宫失出来后 小恩找到乔治亚 想约她看几周后的电影 乔治亚表示自己去不了了 尽管她拒绝了 小恩还是将门票递给了她 或许她到时候会改变主意 随后乔治亚去教堂唱战歌 她在向上帝抱怨对自己的不公 可大家都以为是新的歌词 不约而同跟着唱了起来 乔治亚的飞适带要越唱越起劲 现场气氛也被搞得火热 回去之后的乔治亚做出一个决定 她买了一张机票 取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准备女游挥霍一番 更要去品尝仰慕一者大厨的手艺 坐飞机的时候 由于座位太窄 让她感觉好像别人坐在她的大腿上 因此她毫不犹豫直接升为头等舱 下飞机后 先等出租车时间太久 毫不犹豫住了一架直升机飞往酒店 来到五星期酒店后 因为临时没有空房间 她直接开了一间 三千多美金亿万的总统套房 在这里 她遇到了自己的前任老板马修和秘书 待马修走后 她走过去对秘书说 告诉一件让人觉得安慰的事 她公司第四季度销售额糟糕透了 秘书好奇这个人是谁 可大家都不太认识她是谁 只知道她很有钱 随后乔治亚来到服装店 将自己盛装打扮一番 回到酒店后 就引起了马修等人的注意 当得知长潮的是自己最崇拜的大厨师 就将所有的特色菜全点了个遍 上菜时 也让马修那一桌人看得木灯口呆 她对美食的喜爱 引起了大厨的好感和兴趣 大厨亲自出来感谢 两人同为美食爱好者 也是相谈甚欢 最后还成为了好朋友 乔治亚的神秘感 她的言行举止与生活作风 也引起了民流们的注意 此时 萧恩因为太久没有见到乔治亚 便来到医院询问情况 才得知乔治亚等的不治之症 时间所剩无几 她又赶紧来到乔治亚的家 邻居男孩将乔治亚珍贵的画册交给了萧恩 看到画册上新娘和新郎贴着自己和她的头像时 萧恩明白自己要住一个重要的决定 而乔治亚在这里开始享受自己的人生 她爽浪的性格和待人友善 让大家都很喜欢她 不过她的贴身管家总是板着个脸 没给她一点好脸色 而此时的马修则认为乔治亚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来破坏自己的并购计划的 于是让自己的秘书去查看乔治亚的来历 这天 乔治亚因为秘书对服务员的恶劣态度 将她斥着了一番 并戳中了秘书的痛点 时候秘书找到乔治亚谈心 乔治亚告诉秘书 她不应该和马修这样的有夫之妇在一起 破坏自己完美的人生 一席话让秘书羞愧而又重获新生 晚餐时 大厨特意为乔治亚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乔治亚也高兴地邀请了秘书等人 只有马修一个人咕咕咕地坐在那里 最后还是厚着脸皮紧了进去 吃饭时 乔治亚聊到明天自己打算去定点跳伞 其他人表示会一起去看 身为杠金的马修表示 他不会看 而是要一起跳伞 当得知如果不小心就会上身时 对生死毫不畏惧的乔治亚重生疑悦 而马修因为害怕 黄尘自己闪包有问题 最后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 气不过的他贿赂了乔治亚的贴身管家 让他帮忙调查他的身份 当天下午 大家邀请他参加他们今晚的赌博之旅 盛情难却 乔治亚答应了 回到房间 他写好了遗书牛站的那里 赌场上 乔治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 想一把把所有的钱输光 他连续三次下同一个号 结果都中了 赢得所有人的围观 想要输钱的他 没想到最后一共赢了十多万美金 而此时 他的贴身管家正翻看乔治亚的物品 查看他的身份信息 最后无意间找到那封遗书 这让他瞬间感到羞愧 当乔治亚回来后 管家对他的态度180个大转弯 他拥抱乔治亚 坦白自己看到那封信 表示自己会陪他到最后 这时乔治亚想到 自己最想见的那个人是肖恩 他决定回去 而此时的肖恩已经乘坐飞机 抵达了这座城市 可路上由于雪崩 道路完全被封住 根本没办法过去 想要尽快见到乔治亚的肖恩 决定冒着寒冷徒步翻过雪山 因此回不去的乔治亚 来到饭店后厨给大厨帮忙 大厨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他的病情 和自己对他的欣赏 最后在新年晚宴上 大厨将乔治亚向大家 隆重地介绍了一番 与此同时 医生惊讶地发现 乔治亚并没有患肿瘤 而是机器出了问题 不管是水扫描检测 都会有肿瘤 他来到乔治亚的家 在得知他去旅行后 赶紧发了一封传真到酒店 而这边的马修 早已经知道了乔治亚的身份 在晚页上 他当众指出这个神秘的爆发户 不过是一个骗子 而且陈妻是自己公司的员工 乔治亚表示 自己并没有骗过任何人 大厨表示 他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一切 乔治亚觉得自己有必要让他们明白 他并没有欺骗过任何一个人 也不是有意要给他们造成这种印象的 他来这里 不过是想花光自己所有的钱 原因是自己快死了 他来到这里 只想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 而其他所有的身份 都是他们的想当然 听到这里 所有人都骂马修是一个混蛋 马修也感到无地之容 最后连秘书也离开他 打算重新回去读书 拿到自己的商务学位 并告诉他 当他和他老婆离婚的时候 他会很乐意帮助他的妻子 算出他应得的部分 感到羞愧无辱的马修 借酒交仇 爬上了顶头的窗台 得到消息的乔治亚 赶忙来到窗台劝住马修 随即把马修骂了一顿 告诉他 就算你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也应该学会接受事实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围着你转的 这一骂没想到还真让马修想通了 正在这时 他日识异想的萧恩赶了过来 他也爬上了窗台 跟乔治亚来了一次深情告白 这让乔治亚又喜悠悠 这时贴身管家看到了医生发来的传针 他赶紧拿着传针爬上了窗台 告诉乔治亚这个好消息 这让乔治亚欣喜不已 而萧恩深情地稳在一起 谈下的人也纷纷鼓掌叫好 下去之前 乔治亚还不忘感叹一番 最后 乔治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和萧恩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 他们邀请了众多好友 来捧场的还有市长 以及在饭店认识的民流好友 此时的乔治亚望向天空 他在感谢上帝跟他开的这个玩笑 这部立志喜剧告诉我们 其实生命所胜无几 我们也只有享受当下 悲伤只能让人生变得毫无意义 而即使正在走人生的坦途 不妨时不时地停一下 哪怕只是深深地呼吸一下 你就会发现 原来精彩的就在身旁 不在遥远的未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